Are you listening? 大家好,我是国际通商学部的韩语 学校没有课的时候,周末 一般我们都会去一些比较有名的地方 或者是比较大的购物的街道 或者是像宏大或者梨大 或者是一些大的百货中心去玩 然后也有和韩国的朋友 或者是和中国的朋友一起去聚餐 我去年的时候,2019年 我去年的时候有大半年的时间 因为太过沉迷于和朋友们一起去聚餐 然后涨了大概十斤左右 然后这种时间 在大学里边的这种欢乐的时间 真的是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记忆 我觉得就算是在毕业之后 再步入了社会 哪怕是在可能忍到中年的时候 再一回想 大学期间和朋友一起 在学习的同时 还有那么多的欢快的那些时间 度过欢快的时间 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很珍贵的记忆 感谢观看